一对夫妇给家里添置了一个特别的区域,属于他们自己的酒吧,里面还配有老虎机,自动点唱机和2000个玻璃杯,来自经国德恩郡的Simon和Ponerando,在自己的家中开了两层的Rando酒吧,而这间酒吧用了15年时间才建成,楼下是游戏中心, 有一台上世纪60年代的老虎机,大金刚桌游还有各种玻璃杯,这里还有桌上曲棍球,桌上足球,酒吧抬球,撞球游戏,四字旗,以及两台自动点唱机,楼上是酒吧,是夫妇俩去年圣诞之前才最终完成的,Simon说自己也不知道这项工程一共花了多少钱,但是估计有几千英镑,他说,我们获得了很多做酒吧生意人们的帮助,他们非常慷慨,我们一直都梦想着, 能在家里有一间酒吧,这里的风格非常传统,在现代酒吧中部怎么能捡到了,我们一直以来都有收集玻璃杯,因为希望能人们能用对的杯子喝对的酒,于是杯子就越来越多了,我想要建一个自己愿意光顾的酒吧,并且是现在已经基本建不到的那种,如果我出去喝酒,就愿意去这种酒吧,酒吧里存放着各种酒类,包括本地的麦芽酒,威士忌和杜宗子酒, Simon还说他不需要营业执照,因为这里的酒不要钱,去年的圣诞节和今年月,Pony的生日都是在这里庆祝的,亲友们都非常喜欢,他们很快又要在这里庆祝,Simon父亲85岁生日,并会举行一场慈善会,Simon将会骑行250英里做慈善,他说,我要保持身体健康,到时候可能就要少喝点酒了, 自从有了自己的酒吧以后,夫妇俩就很少光顾外面的酒吧了,酒吧里摆放的许多物品,都是这些年两人收集的,有些甚至是电费为宝,Pony说,收集这些东西的过程很有意思,Simon说最古老的游戏是这些老虎鸡,可以追溯到上世界五六十年代,这间酒吧本身也是从以前的,旅店改造的,Simon说,悲哀的是,当开发商买回一间酒吧时,里面的许多东西都被扔掉, 这其中的一些东西应该被保存下来,我很惊讶,没有弄酒博物管,现在,酒吧里唯一缺少的就是一台能用的弹球机了。